三百 七百 四千四百九十八 大家好 我是战术思路 今天我们来开箱Earmore最新的战术耳机 M33 上一期我们讲的Earmore的M32 翻向特别好 招呼伴们也给了很多的留言 但是留言很多都不是关于耳机的战术功能 很多都在问它能不能听歌 有没有蓝牙 它的音质怎么样 今天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全新的Earmore的战术耳机 M33 十音降噪耳机 首先它这个包装就非常的好 给了一个收纳袋 然后还给我们一个收纳盒 收纳盒里边还给了我们一个备用的耳罩 这个耳罩采用了凝胶材料 佩戴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贴合 在非常舒适和贴合的情况下 又能做到非常良好的降噪效果 而且还有冰凉透气的效果 戴上以后不会很闷 也不会让人会有压耳感 所以长时间佩戴非常的舒服 M33跟M32的最大的区别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按键从右边变到了左边 上一次我们在讲M32的时候 也在讲过 它放在右边的时候 我们在持枪的时候 右手就要去振 就很不实战 所以现在挪到了左边 我们右手就可以不离开我的扳机手 就可以去操作 以前我刚才也说了 好多小伙伴们也都在问 这个耳机的音质怎么样啊 能不能听歌啊 等等 它的优点是 它可以支持双通 也就是说它可以支持两个对讲机来通讯 然后同时呢 它还有蓝牙功能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日常的一个蓝牙耳机去听歌 我们一会儿可以测试一下它的音质哈 它到底听歌的音质是怎么样的 它跟普通的这个蓝牙听歌耳机还不一样 普通的蓝牙耳带是耳机 你在听歌的时候它会捂得非常的严 所以你就听不到环境音 所以这个耳机呢 如果你作为蓝牙耳机的话 它跟索尼的那款叫什么来着 索尼有款降噪耳机 功能差不多啊 就是你在听歌的同时还能听到环境音 所以你在齐琴啊 或者你在通琴的时候呢 就比较安全 就不会说完全听不到环境的声音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外形 这个时候加了一个这个线的收纳线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耳机线放在这儿来收纳 它跟M32不一样 M32 Plus呢 这个耳机线呢 是不可拆掉的 是在上面的 这个就是可以拆掉的 然后里边配了一个6帧的这么一个耳机接线 它改变了原来的这种固定式的连接 它换成了这种6帧式专业的耳机连接 这样的话未来就可以适配更多种的通讯设备 它专业的均用加密级的通讯设备 这个耳机接线 你就可以接上 你就可以接你通讯 不接的话 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拔场的耳机 普通耳机去使用 你也可以打开蓝牙 作为蓝牙耳机去使用 然后插上耳机呢 就是通讯耳机去使用 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性 其次呢 它跟M32一样 麦克风也是一样的 也是这种伸缩型麦克风 你可以根据你的话筒的长短去调整 它这儿是可以拔掉的 但是它跟M32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不能去换这个麦克风的左右去换 只能放在左边 右边是没有地方去接的 然后它是需要两颗7号电池 左边一边一个 然后这也是防水的接口 非常的紧 一样是吧 魔术毡你可以去贴 所有你喜欢的标 你都可以往上贴 然后呢 这有三个按钮 加减和一个远点 开机呢 就一直按着加或者减 按着三秒钟 它会有语音提示 我们先试一下它这个音质 好 我们现在开机 音质还是很不错的 音质很舒服 现在环境音我都能听得见 然后声音呢 我也没有开到最大档 现在就是让到最低档 最低档基本上噪音都听不见了 风的声音啊 只能听见远处小朋友在玩的声音 非常好 我加大一点 好 环境音现在已经清晰多了 中间的这个是我们常用的霍华德 然后呢 这个是M32 Plus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M33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哈 这三个耳机的音质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内没有办法去做实弹的射击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的这个激光训练的这个武器 因为这只呢 它也是一个纯激光的训练 没有激发的 它不能模拟枪的声音啊 但是它可以模拟枪的回弹的这种金属的撞击声 也是很刺耳的 好 我们先试一下麦克风录出来的声音的效果 好吧 一会我们做一下对比啊 记住这个声音 把这耳机放在我们画的耳机里面 麦克风已经放在这个里边了 歪歪歪 OK好 让我们现在试一下蓝牙功能 给大家一个特系啊 看一下这个M33的这个音质 好 我们现在试一下连接蓝牙 把录音带给了Landy 他已经洗清了自己 100 round belt baby 放歌的声音音效 大家听一下哈 我个人觉得 它这个听歌的音质还是不错的 因为M32我们原来也试过 M32觉得听不了蓝牙 但是它可以接那个对讲机的收音机 也是还可以 这两个相比呢 肯定是它的音质稍微好一些哈 另一个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双通的功能 我们现在把这个口打开 然后把这个6针的这个线接上 线一定要接准啊 接歪的话 这里边这个线它就坏了 所以6对6 然后现在咔嚓一声 好 就接紧了 我们现在把它盖上 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双通PTT键 这个跟普通的PPT键最大区别是呢 就是它能接两个对讲机 那上面有两个钮 其中一个钮就代表了其中一个哈 我们先一会试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接上 我们接上以后 我们把两个机器都打开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双通的功能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对讲机会在我们的双输微信上 它订好了这个PIN道以后呢 我们就不会去随便的每次会打开去调一个讯道 再去跟别人通讯 那作为一个小队的 假如说是指挥官或者是个小队的队长 那它可能需要同时一个是内部通讯 一个是对联队的通讯 那它就需要两个频道 宝峰有一个对讲机呢 叫UV82 那它是有同时可以有两个按钮的啊 有些对讲是这功能 莫托罗拉也有 那就是上上面那个PTT键A寻道 下面PTT键是B寻道 就那个机器它也是带两个按钮 但是接一个电台 那在军事上面呢 它为什么要通两个电台呢 就是两个电台的功率可能不一样 我们普通的这种功率呢 都一样哈 都不大 那但是呢 在实战中在军队 那可能会有一个低功率的 作为内部的通讯一个高功率的 甚至可以去连接卫星的 这种卫星通讯 那个就高功率的 所以它需要两个对讲 那这时候呢 我如果身上带着两个对讲机 我每次都要去切换就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它就现在做成了这种双通的PTT按钮 就是我们按上面这个钮 它两个按钮都有区别哈 让你去盲按 外面带锯齿 里面这个PTT按钮 底上带一个小疙瘩的 是这个机器 底下是平整的 都没有的 那就是这个机器 就是B机 所以说当你在作战的时候 你就一摸 你就知道是哪个是哪个 那这时候我们现在 另一台机器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是两个频道 现在我是打开了的双频道带机 那我们通过两个频道 它都能够随时的接收 那这时候 我们就有两个对讲机通讯 虽然声音有点大 这时候就是 我用A机去按 它就是A机去动画 你可以看到这屏幕上 它是A机 然后按底下的B B按钮 123123 好 这就是这个耳机的功能 然后其他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对讲 对应我的左右耳去设置 如果我想让对讲机的A 跟我通话的时候 是左耳响 那我就调节成左耳 所以A频道的人跟我说话 我就是左耳在听到收音 那我的B通讯的话 跟我说就是右耳在通讯 所以这时候我就很清晰的知道 哪个小队在跟我说话 当然了 它也可以是调成两个声音都接收 我现在就是两个声音都接收 没有分成左右耳 然后它最好的好处的是 我们在对讲的同时 我们还能接个蓝牙 这个就是这个M33最好的优点 就是说除了通讯 我们还有个去接听蓝牙功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呢 这个就是取决于你的部队 或者是你这个单位的用途 多一个选择 假如说我用的这个去连通讯了 但是这时候 我又想去接我的一些蓝牙装备 GPS导航了 我的手机了 通讯的同时 我就不用每次都把它摘掉 再去拿手机 看完了 再把它戴上 然后对我们这个业余爱好者和战术爱好者来着 当然是最好的 我们除了通讯还能去听歌 还可以去练手机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手机响了 我们可以马上去接听 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Earmore我一直觉得它这个佩戴 对耳朵的舒适度非常的好 戴上以后又不会非常压耳 我觉得M33耳机是一款非常好的 时音降噪 同时又带蓝牙功能的耳机 那整体来最后做个总结 那就是无论是M32 Plus还是M33耳机 都是一款非常好的时音降噪耳机 取决你的预算 还有取决你的用途 如果你只是日常的时音降噪 在靶场里边做竞技 或者是做一个Walking军推 那M32 Plus或者是M32足够了 如果是你想做双通 或者是你想再增加一个蓝牙的功能 那么M33是你的选择 那这两个耳机这个是600多 699这个是4000多 虽然它比它贵了很多 但是肯定是无有所值的 那如果让我在M33上非要挑毛病的话 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根线 虽然它做了一个防丢失 但是它抠下来以后没有地方去放它 戴上它的时候 你看它会在这晃 你在做一些剧烈运动的时候 你这总是有一个东西会造成一些碰撞声 虽然声音不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设计一个摘掉以后 它有个什么地方能够把它锁上装上 是有我不知道呢 还是它家就没有 但是暂时我是没有找到 怎么能够把它固定到某个地方 假如说这儿做一个口能够让它不去 在这搭了着晃流 EarMod M33耳机 无论是它的听歌的音质 还是用手机的蓝牙音质 还是它使用降噪的音效 还有它硬件的整体的升级 还有它的重量也反而更轻了 所以从整体来说 M33绝对是一款物有所值的 使音降噪战术耳机 好 我们下期见 我继续听歌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